都是我的 Hello大家好,又歡迎我了 如果這段影片暗了一點就 forgive me now it's like 夜晚了 and I'm filming at night and there's a thousand sunlight I'm sorry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條 drug store的 beauty product 講到drug store beauty product的分享 其實我經過有一兩三次 也有很多年的測試之後 我發現了一些 都是蠻好用的 drugstore product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有眼睛的 眼影 有眉 有眉 有 face product 有 highlight 有 concealer 有 mascara So Let's get started I can't speak today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眼影 首先是這個 colourpop 眼影 我知道大家 其實在Asia 真的買不到 如果你可以找到 幫你代購 或者怎樣 就 go for it 其實它是 買五元美金 一顆 其實我還有很多顏色 不過我只能帶這兩個 所以可以和大家分享這兩個顏色 colourpop 就是一個很便宜的牌子 基本上有很多 你可以想得出的顏色 它都有 它的眼影 全部都是 有這些 剛剛的 剛剛的 方法 的 包裝 它這個 是比較 好像 蠻 當你點這個手指 的時候 它是濕濕的 但當你推開了之後 它會 留在你的眼睛 那裡 永遠 所以 colourpop的眼影 是我一個很 推薦的 creamy eyeshadow 所以 if you can get your hands on it go for it I'm kind of late talking about colourpop but it's never too late yeah 這個我最喜歡和大家分享的 也是一個 cream eyeshadow 是 Maybelline的 color tattoo 這個 它跟colourpop的 不同 其餘這個 就是乾很多 但是 當你擦上眼 它又不會很難推 因為 我懶得 當我想到 我的眼睛 要怎樣做 我都會直接 拿這個 啡色的 colour tattoo 然後 用手指 塗上去 然後再在 那個 塗深一點 然後拿乾淨 手指 這樣就完了 it takes you only one minute to go 如果大家想找cream eye shadow 可以考慮一下它 Skipping to eye browns Topshop的 brown pencil 大家都知道 Topshop的化妝品 其實都很好用 so far 我只試了它幾樣 其中一件 就是它的brown pencil 這個 一邊是圓筆 另外一邊是spoolie 很方便 no matter where you're taking it to 它有一個spoolie 可以brush你的肌的毛 如果我的筆 就這樣 那就good to go 既然有眉筆 為什麼可以沒有眉gel呢 這個想說 如果 if like if 你有subscribe到我的channel 又有看到我第一條pool的video 都會看到它 它就是boshoir的brown mascara 其實so far 它比起我之前用過的brown mascara 我挺滿意它的formula 因為它很激 所以它 深刻 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發現它很激 所以它很容易會 它可以 很激 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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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膏 很容易會 黏到你的眉毛 而且 它顏色很實 不過我記得 它顏色不太多 顏色 而且它的長顏色也是偏深色的 所以如果你是長淺色的眉毛的話 就... 我現在就帶大家分享的是 Mascara 其實我本身是偏向用drugstore mascara 因為我覺得Mascara 你兩個月三個月就用go through 完一支 其實都不會這麼貴 我也有三個覺得最值得推薦給大家的Mascara 其實三個Mascara都是來自Maybelline的 第一個就是Maebelline的Rocket Volume Express Mascara 這個好像不是Waterproof Version 我這個不是Waterproof Version 不過相信大家都有看過它 它是一個很久以前的Mascara 我也用過很多次 這個就不特別說 之後就有Maebelline的Great Lashes Mascara 它就是粉紅色綠色的樣子 我這個就是Waterproof Version 它是Waterproof 還有不是Water...Water...Rass...Rass... Rass... 它是Waterproof 還有不是Waterproof Version 不同的是 它的刷頭是不同的 這就是普通的Fiber Brush 但是它不是Rather...Rass...Rass... 它不是Waterproof的就是膠的刷頭 所以就去看看你自己想 Waterproof 還是不Waterproof 是BARBEE的新出的 它是兩邊頭的睫毛 一邊長一邊短一點 它不是黑色的閉眼 全都是粉紅色的 它是一邊是普通的睫毛 另一邊是一個Fiber 整邊都是纖維 其實我一向都很怕用那些 塗纖維的睫毛 用眼睛的纖維 Am I making sense? I hope you understand 因為我以前用過 我塗了它之後 它會掉下來 纖維又很重 又很flak 如果我塗的話 它會飛到我下面 就是臉周圍 或者令我的眼睛夾完之後 就掉下來 但這個很好笑 它好像... 除了說它是纖維 不如說它是綿 碎...碎... 綿...綿... 這也好 總之它是一些可以延長的東西 所以... 它這個可以塗到... 長到這樣 那些... 如果你想塗到你的眼睛沒有長 就像鬼妹一樣 那些... 那些... 用它吧 沒有死的 你繼續打發炭 但就一直都要穩定 你會把事情拿起來 然後你會拿到你買 你可以用這 所以如果你是 找上眼睛的話 你可以去 查到它吧 這是一個不錯的... Discara I don't feel like I'm talking to you Sorry 我們就moving on to那個臉 因為我沒有Foundation和Sherry 所以就直接Skip to Concealer 試過Primer 我都未找到一支豪油的Drugstore Primer 其實這兩個是沒有跟香港和台灣? 真的沒有 不過相信大家都會找到兩個圖片去買到他們 因為他們都很出名 他們兩個都是Maybelline 一個就是Maybelline Fit Me Concealer 另外一個就是Instant Age Rewind的Dark Circle Eraser 為什麼現在產品的名字都這麼長呢? 首先就先說這支Treatment Concealer 相信它都很出名 大家對它都很familiar 我就不用特別多說 雖然它比起一般 比起其他的Concealer是貴一點 不過... It Worth It 我想特別說就是這支Feed Me Concealer 其實我也聽過很多人說 就說它跟Nars的Concealer很相似 但最近我還沒試過Nars的那支 我還沒試過那個 但是... 其實我對它已經滿意了 所以... I might not go and keep trying it out Let's see how it goes 它是... 它的Coverage很足夠 同時間它是不會Cakey的 它又不會令你覺得你塗了很多東西 在臉上 但是它有給到你想要的效果 所以... 我基本上會用它來highlight我的臉 就是這個畫 這個... 所以... 如果你是New To My Channel 或者New To我這個影片的話 就不要忘記到 之前的兩個Make-up Tutorial OK! 來到最後兩個Product 其實很多都是Maybelline 因為我最後說的這兩個 其實一個都是Maybelline 我就先說它 那它就是這個... Maybelline的Master Highlight 因為其實我呢 都是因為提... 一個YouTuber的Recommendation 所以我才買的 剛剛它有澳門 因為我在澳門的Wassens 那裡叫它 所以我就... 我們買了全部顏色的 Yeah! 我買了全部顏色 但我就帶了全部顏色回來了 但是這個顏色裡面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 它就是10號Nude 因為我是偏向喜歡Nude Color的 Blush 它的粉色是挺粗的 不要說很粗 不過... 你把你的Brush拿出來的時候 你會碰到你的臉色 但是... 它上到面之後 又不怕... 你... expand 你的Pores 所以... I'm fine with it 就是... 以一個Drugstore的Product來講 你... 怎樣 expect它那個... 可以很好呢? 所以... 我覺得... 它上到面之後的效果是很漂亮的 它真的可以做到一個 blush和highlight 同時都做到的效果 我們都... 最後一樣 真的最後一樣 這個Fail已經結束了 但是... I'm appreciate 我很感謝你 看到現在 如果你還在看 最後一個呢 就是這個... Bossoir的 Healthy Balance 的... powder 那... 它這個呢 就是Intu Matte Vintage 的 它是可以... 塗完之後呢 它可以做到那種... 很... 靈... 無紅的那種感覺 而且它很輕 你塗到上面的 你不覺得自己塗了很厚粉 而且它這個... 這個... 粉粒 塗到上面之後 然後... 身後又不怕會很粗 它又好優勢 那... 另外一個我覺得... 很好的就是 你的光是... 你是... 那天要按相機拍照的 或者是... 總之要拍照啦 你用它啦 因為它又可以做到... 照鏡後呢 你的皮膚是好像... 很好一樣 好像... 很好 它可以幫你修飾到你的皮膚做到很好 而且它不怕很厚 它不怕很粉感 再加上我不知道我可以怎樣說 總之它就很好 所以如果大家在找一個pressed powder的話 大家就可以試試這個 很感謝大家看到這裏 我今天要跟大家share的東西就share完了 希望大家喜歡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看我 me me 我或者我的video 或者related to我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不要忘記去checkout我之前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跟我說 就記得在下面留言給我 It's finally comes to an end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Bye Bye